最近我一直在看一些游戏资讯 想要找一些好玩的游戏来玩 不如还是我来给你们推荐吧 哈迪斯 是我今年玩过最好玩的rogue-like游戏 这个游戏其实已经在Epic商店里面独占一年之久了 那现在最近它是刚刚来到了Steam平台上面 你要扮演冥王哈迪斯的儿子扎格列欧斯 兰毛帅哥丧音性感 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亲生母亲 你要从你爸爸掌管的名符里面离家出走 这是一个有理想的官二代 游戏的背景是希腊神话没错 不过呢是改编版的 比较年轻酷帅 去掉了神话里面那些 我的外婆是我外公的妹妹 我的爸爸是我外公的哥哥 所以我的妈妈是我爸爸的侄女 我的妈妈是我的堂姐 同时用消息称 我的亲生爸爸其实是我的外公 之类的神仙青青 为了逃出名符 你需要穿过一个个随机排列的房间 击败一波波敌人 如果死了 就会下明界 也就是回家了 清场完每个房间以后 可以得到货币奖励 或者是能力强化 这两样东西呢 你是带不出迷宫的 不过有一些材料 你还是可以带回去的 去购买一些永久性的升级 这个呢一般就被称为 Rogelite模式了 像这样的永久性的升级 其实很多游戏里面都是有的 它是为了给玩家一种 你没有在原地踏步的感觉 但这个游戏真正发光的地方 是刚刚所说的能力强化 也叫做众神的恩赐 每个神都有自己的一套属性 对应一种特殊效果 比如说宙斯能给你的攻击 带上一颗闪电弹球 爱神会给你的攻击 带上爱情使人虚弱的祝福 雅典娜能够让你的所有动作 自动反弹子弹 看到这些奥林匹斯的叔叔阿姨们 这么支持我离家出走 我十分感动 难道 百度百科上面说的是真的 众神的恩赐 并不是普通的数值增加 每次获得恩赐的时候 都需要从随机的三种强化当中选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杀戮尖塔 战斗完之后呢 要从三张牌里面选出一张 这就允许你组成自己的一套牌组 组成一种战术 后面更是有能配合两种神力的二重家户 相比于一些独立的道具 整个牌组的配合 能带来更大的随机性和策略性 到这里为止 哈迪斯算是成功一半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战斗爽不爽 跟死亡细胞差不多 哈迪斯的战斗也是那种 一上手立刻就能够感受到的 较高的宽容度 让任何人玩起来都可以动作很花哨 游戏呢并不算是简单 但也丝毫没有刻意恶心理的变态设计 现在哈迪斯看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Super Giant Games 也去做了一件老师人才会去做的事情 用心编排剧情 用心刻画角色 虽然其他的Rogelike游戏 也会有一些散装的故事框架 和简单的对话 但即使是最优秀的Rogelike游戏 也没能给这个上百次归零重启的模式 套上一个理所应当又引人入胜的外衣 所以这里就要给哈迪斯一朵小红花啦 每次死回冥王神殿以后 迷宫进度重置 但在大殿里的NPC 每次都有新的对话可以出发 是每次都有一句全新的对话 没有重复的哦 比如说你在迷宫二层会碰到一个唱歌的女神 叫做欧绿迪克 一开始呢他只会和你随便寒暄一下 但是在你救出名府的宫廷乐师厄尔普斯之后 你再碰到欧绿迪克 你们就会聊起来 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他们以前是夫妻哦 现在他看厄尔普斯就很不爽 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两个人之间往返传话 每次对白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不是一次死亡重复了一百遍 而是我真的经历了一百次死亡 时间有在流动 世界有在改变 我有在成长 这就说明 哪怕是在升级打怪 游戏性占大头的Rogelike游戏里 可信的角色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 值得用心去塑造 哈迪斯这个游戏虽然现在还在0.25版本的early access阶段 但是呢我已经对游戏的成品非常有信心了 虽然这个游戏还是有不少的小瑕疵 比如说相比于武器和NPC 敌人和关卡的数量明显不足 不过留给哈迪斯的时间还有很多 即便是只看现在 哈迪斯也足够成为Rogelike游戏里面的标杆了 我不是侦探 而是小偷 小偷就是要偷东西的 当然也包括你的三连